高血压四个坑 第一个坑 不难受不良血压 平时没有监测血压的习惯 其实很多人到了难受的时候 这个血压高的比较多 而且高的时间比较长了 甚至有的人发生了心脑肾等拔器官损伤 第二个坑 说我高血压 大夫给我开药了 血压降的正常了 药是不是能停 不愿意长期吃降压药 伤肝伤肾 这个认识非常错误 因为绝大多数降压药 现在都是保护心脑肾 同时降血压 更谈不上伤肝伤身 更不能说血压正常了 立马就停药 第三个坑 说哎呀 我给你开两副神药吧 这两副神药 或者说一些保健品 说能根治你高血压 告诉各位 现在绝大多数高血压 尤其是原发性高血压 不能根治 在改变生活方式基础上 很多人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正规治疗 这才是面对他的最最正确指导 第四个 关于高血压的坑 就说坏了 我得了高血压了 我可吓坏了 我这个时间不长了 不能这么认识 高血压是个慢性病 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好 甚至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长度 关键是早控制早管理 不让它损伤你的心脑肾 这是张大夫今天想告诉大家的 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自己有高血压 亲人有高血压 把这个视频转给他 让更多人收益 最近我也会讲更多这方面知识 大家点按关注咱们听更多